说出华晨宇的三首歌 什么 你这撑起不那么贴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三首歌一手都说不出来啊 为什么华晨宇的歌曲传唱度不高 是因为没有人翻唱 唱出来也没有花花唱的好听 地表最强法师 医术和前卫的华深 一位用灵魂唱歌的火星男孩 在各种光环的加持下 难免会遭到很多人的嫉妒 虽然很多人黑他 但是华晨宇只会呵呵一笑 我不会用那种态度式的方式 去跟你讲话 我甚至可以原谅你的无知 但是 我会在心里面嘲笑你一万次 老娘请你听新歌 他们说我是小丑 严肃的花季宋 正如歌词里所说 他们说我是小丑 我只是哈哈一笑 他就是这样一个天赋一饼 勇敢做自己的灵魂歌手 很多黑锅他的人 用心听完他的歌曲之后 都路转粉了 你可以不喜欢华晨宇 也可以嫉妒他的才华 但是谁规定 艺术只有一种风格的 谁会在平庸的乐坛大胆创新 如果说陈奕迅的福咖是一首歌曲 那么华晨宇的福咖却是一门艺术 只有沟通了外星人 才能表现出这种大胆有张力的艺术吧 如果说这些实力还不够的话 那么这首跨越18度高音 全程无歌词的 爱一定能征服你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你能说出 华晨宇的三首歌曲吗 下一个途太大了 就是这个途太来啊 那么现在